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家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 蒜苗青草长豆 这长豆刚地里摘的 摘回家给它剥成肉 用蒜苗炒 把长豆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 蒜苗已经切成段 也清洗干净了 锅内倒油 等油热的时候 下落长豆 加漏适量的盐 这里加的盐 要比平时炒菜的量 要多一点 因为长豆表面还有外皮 很难入味 加漏蒜苗 倒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稍微蒙走一会儿 现在可以打开盖子 酥汁 就可以出锅了 走到锅内 这些汤汁不是很多 残豆熟了 表皮裂开 可以关火出锅 今天一道蒜苗青草 残豆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